如果你要用快一點的方法 要遇到這種問題的話 你可以先選取B2到B8 選取一定要選對 因為之前有同學是整藍選取不對 記得選取你要剖析的範圍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切到我們上面的資料 資料這個標籤 然後找到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之後的話 那其實資料剖析能夠做到什麼地方 什麼用途 其實它主要兩個 一個是如果你的資料分格符號 是用像分格符號 像很多檔案格式 CSV的話是豆點 或者是如果你是資料 導出來有很多是TAB 或者你可能ERP 導出來也許可能有不同的符號 空白也有可能 那你就可以用固定的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檔案打開來 看有沒有什麼固定分格符號 你去分析它 但是這一題的話呢 當然也有分格符號 不過有兩個 一個是前瓜阿虎 一個後瓜阿虎 所以這裡的話 如果用分格符號的話 會麻煩 因為兩個 它只能一個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還有第二招 固定寬度 還好這一題怎麼樣 它的寬度是在固定的位置 所以我們選固定寬度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怎麼樣 它就會問你寬度在哪裡 所以寬度在哪裡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有個尺規 請你看到呢 你需要切割的地方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你點一下 它會自動幫你出現什麼 一條線 表示說這一條線 就是你要分格資料的位置 OK 那另外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因為 它這個尺規的 字也很小 有沒有 而且有的時候 不小心點歪了 點歪怎麼辦 沒關係 記得喔 上面的這個線 它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你點歪了 沒關係 你再把它移動到 你要放的位置 也OK 所以這特別注意 再怎麼樣應該也可以點 點不准沒關係 移一下啦 應該OK 至少知道方法 不要說像之前的同學 點歪了 然後就又給它上一步 然後再一次 上一步再一次 永遠都要做很多次才點 不用啦 你點歪了 移動一下就可以了 好 這個是第二步 第三步 按下一步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它做什麼 因為你的資料 特別注意喔 你要的資料 是中間這個 三個資料 那請注意喔 請你把 你不需要的資料 關鍵在哪裡呢 有個選項 不賄賂此欄 有沒有 這個不要賄賂 這個也不要賄賂 所以選擇 這個不賄賂 這個也不要賄賂 也就是除了數字以外的資料 通通不賄賂 所以剩下就三個資料 三個資料呢 要放哪裡 再來第二個問題 目標儲存格 預設呢 會把舊資料給蓋過去 有沒有 B2 不對啊 蓋過去 那不是我們要的啊 所以請你把B2改什麼 改C2 OK 所以這個地方 目標儲存格呢 記得改一下 C2 好 再來的話呢 按完成 應該這不沒問題 按完成 那它會跳出說呢 您要取代儲存格的內容嗎 那你選擇 確定 有沒有發現 所有的資料呢 就通通幫你放在你應該放的位置裡 OK 所以這個應該又比那個 用函數來的簡單 不過有個前提啦 你要知道說 它有一些限制喔 一定要是固定寬度 要不然就是固定的符號才可以 如果沒有 那可能要不就是把它調到OK的 再不然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 給你找到一個 對